17岁孝花遭变态男子侵犯 过程中女孩苦苦求情 然而变态男子非但没有助手 更是掏出巨条在女孩活着的情况下 让其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装进四个蛇皮带 这是四川广源最恐怖 最变态 最无下线的强奸杀人随时案 警方历时15年不遗余力的侦破 却是毫无线索 最终竟是靠着女孩的一小块内衣 才将凶手缉纳归案 在案件侦破的那一刻 追凶15年不放弃的老民警破防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变态 能让老民警都忍不住骂娘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时间 时间2005年9月24日周六 地点四川广源 17岁再读高一的校花班长陈梦廷 精心打扮一番后便出门找同学玩去了 然而 直到凌晨两点半陈母都回家了 陈梦廷依旧未见回来 于是 陈母立刻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却始终联系不上 晚班交集之中 陈母一把薅起熟睡的丈夫 将女儿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却依旧是毫无收获 第二天 陈梦廷仍是音讯全无 父亲陈丰收内心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于是放着几家公司不管 发动了所有社会关系 几乎将广源翻了个底朝天 然而陈梦廷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这座城市似乎失去了他所有的痕迹 第三天 陈梦廷消失已经超过48小时 惶惶不安的陈家人只得选择到橘子报了案 鉴于陈家在广源的巨大影响力 接警后 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全面侦查 首先调查的是 陈梦廷失踪当天和他一起玩的几个同学 据那些同学介绍 当天他们先去了KTV唱歌 然后在老城区网吧上网 而后 陈梦廷再去了市区网吧找别的同学上网 据最后一个和陈梦廷一起上网的那位同学说 他们凌晨两点从网吧离开后 陈梦廷独自回了家 市区网吧距离陈梦廷家足有四公里远 警方判断 陈梦廷必然需要乘坐交通工具 于是将整个广源几千辆出租车 三轮车做了一一排查 然而却是竹篮达水翼厂工 那位同学还说 跟陈梦廷会合时 他说他出来的时候 还曾在楼下碰到过父亲陈梦廷 我在家门口 还是跟他谈了一阵 应该有十多分钟 两妇女谈完之后就分开了 而警方却从侧面了解到 父女俩此前似乎闹过矛盾 那陈梦廷会不会是离家出走了呢 对此 陈梦廷斩钉截铁地说 女儿之前确实有些叛逆 但自从上高中后便幡然醒悟了 更是全身心投入了学习当中 还因此当选了班长 与家人关系也非常融洽 绝不可能离家出走 警方只好再次对陈梦廷 可能出现的场所 进行了绝地三尺式的摸牌 只是当时天网系统并不完善 许多路段也没有监控 乘坐公共交通也不需要身份证件 警方将广源愣是翻来覆去查了好几遍 依然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线索 10月4日 距离陈梦廷失踪已整整十天 警方组织了第五次专案会 然而回才刚刚开始 一个报警电话却击碎了所有人的幻想 发现尸体的地方是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 距离城区大约30公里 既然有命案发生 不管是否和陈梦廷有关 警方立刻终止了专案会 乌尔乌尔乌顺移到案发现场 警方打开那四个蛇皮口袋 一堆散落的尸块 一把崩断的锯条 一瓶满满的汽油 以及几件随身衣物 哗啦啦全部掉落出来 而陈家人一到现场 一眼便认出 简单拼凑出来的尸体 正是女儿陈梦廷 失踪案转为命案 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 还没来得及绽放 就这样香消玉云 所有人都一愤填膺 陈梦廷只是一个高中学生 接触人员并不多 不太可能与人产生 如此严重的矛盾 所以警方第一时间 对陈丰收夫妻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全面排查 据了解 陈丰收是最早一批下海的人 经过几十年的打拼 名下产业覆盖酒店 娱乐场所 矿产等 人际关系极为复杂 但陈丰收为人和善 实在想不到自己有何仇假 他绞尽脑汁想了很久 终于想到一个名叫王三金的人有些可疑 得到这个消息 警方心中一息 即刻找到王三金 然而一番调查后 却遗憾地发现 王三金和陈丰收散伙后 便去了外地发展 再也没回过广源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警方于是又将目光聚焦到了装尸体的蛇皮口袋上 这四根口袋分别是装洗衣粉 汤圆粉 点盐 面粉的袋子 能同时接触到这四种袋子的人 不是开饭店的就是收破烂的 可是警方将广源几乎所有餐饮店 垃圾桶 废品回收站都翻了个底朝天 甚至把洗衣粉从经销商到分销商全给捋了一遍 依旧是没有任何收获 与此同时 法医事件结果出来了 同样是毫无有价值线索 这场看似完美犯罪的杀人碎尸案 就像一座山一般 时时刻刻压在所有专案组民警们身上 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却又无可奈何 就这样过了整整15年 陈家人也已经认命了 他们对破案不再抱有希望 只是祈求上天 让陈梦廷下辈子平平安安长大 你不能主动出去做些什么 只能期待期待 如果真的没有抓到凶手 亏辱死不瞑目 这个此外心 然而憋了满肚子火的警方 却不可能就这样放弃 不能抓住凶手 所有参与警员都认为是人生一大耻辱 所以15年来专案组也从未撤销 而且每隔两年便会重启侦查 只是案情依然在原地踏步 然而聪明的粉粉们应该从进度条理发现了 案情应该就快要明朗了 果不其然 时间来到2020年 侦查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于是警方将三代刑警 当作宝贝般保护的物证拿出来 并将一件内衣减成600块送检 在其中一小块上 检测出了一个不属于陈梦廷的生物检材 经过大数据比对 终于发现和一名叫做郭天举的DNA十分吻合 首先第一反应肯定是兴奋的 因为经过这么多人工作 他终于拥有了一个 这个志向性 工作起来就有目标 有目的 郭天举 四川广员人 但郭天举的家远在农村 与富裕的陈家没有丝毫关系 更和当时只是个高中生的陈梦廷 没有任何交集 似乎与这起案子扒杆子打不着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先从外围入手 远赴湖南找到郭天举前妻了解情况 而郭天举前妻在得知警方目的后 冷冷一笑连报了郭天举几个大瓜 让警方更加确信郭天举就是杀人凶手 第一个瓜是 郭天举此人极为心狠手辣 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 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拨光了虐打 第二个瓜是 2005年郭天举扔下年仅七岁的儿子 急匆匆的独自远赴广东打工 第三瓜更是直接将郭天举送上了嫌疑人宝座 原来郭天举曾在陈家楼下那条街 经营过一家卖米面油盐的小卖部 而且关店时间恰好是在陈梦廷遇害后的几天内 第四瓜则是去了广东后 郭天举可能是做贼心虚 有长达九年的时间没有回到广源 如果不是家里派了几个人到广东将其给绑了回来 估计到现在他都还藏在那边 得到这个至关重要的线索后 警方一个闪现来到广源宝伦镇安全村 将正准备去村委会打秋风的郭天举 逮个正招 面对来势汹汹怒气甘云的警察 郭天举为了不挨揍选择了乖乖就范 审讯中15年前参与此案的民警 直接破防化身咆哮地 然而郭天举整整三天闭口不严 这让警方大为光火却又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使出大记忆恢复术 郭天举终于扛不住交代了作案经过 2005年9月26日凌晨 30岁身强力壮的郭天举守在店铺 此时青春靓丽的陈梦婷走了进来 在结账时只是随口抱怨了一句 找的钱太破 便被恼羞沉怒的郭天举一巴掌呼了过去 但被从小练习拉丁舞的陈梦婷迅速闪开 郭天举见一个小姑娘竟还感动 于是愤怒地从收银台跳了出来 一个后背锁喉将陈梦婷紧紧勒住 陈梦婷不敌 几分钟后便被勒得昏死过去 郭天举眼见四下无人 于是将陈梦婷拖到后屋进行侵犯 过程中陈梦婷突然苏醒 由于知道陈家在广源的能力 害怕被报复的郭天举一不做二不休 不顾苦哀求的陈梦婷 抬起锯子便朝他拒去 而陈梦婷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躯体被一块块地锯下来 在将锯条都崩断后 郭天举终于将陈梦婷血泪模糊的头给锯了下来 然后便顺手找了四个进货的袋子 将尸块和作案工具一起装起来 骑上摩托车丢弃在正在施工的212国道破开下 而他自己则连夜买了一张火车票 逃到广东整整九年不敢回家 一条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绽放便凋零了 这对于陈家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再多的财富也难以掩盖心中的痛苦 幸而警方坚持不懈追凶15年 让这头恶魔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散会